我叫凌云,今年33岁,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在全课任职CEO 如果学会怎么教狗狗,其实你将来就会知道怎么教小孩 我自己也整了一只狗,各种破坏啊,然后我家地板啊,沙发啊,就是全部被咬 我去打它,我去骂它,我都没用 然后就去跟台湾的一个机构学习 学会正向训练之后,我发现真心的可以爱它,我们再也不需要打它 这东西不论是对狗狗也好,对主人也好,对你家里的财产也好 就是它是一个多方面都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要更多人知道 他会在思考啊,怎么能吃到它 你看这个时候没有抢哦,YES 就鼓励他,他刚刚有点稍微等了一下 YES 我毕业之后就在台湾暴雪 那后来到了北京之后也是从事游戏相关行业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后来我理解到就是北京这个地方是号称中国硅谷 所以它有大量的创业者,然后有大量的资源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如果我有什么新的想法 是不是能够在这里做了第一步的验证 知道为什么这边对狗有很深的反抗 可能很多人觉得狗狗对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但其实训练的时候是不只训练狗,觉得也是训练主人自己 在都市里面我觉得千神是必要的礼仪 第二个就是简便便 第三点就是训练等等 我觉得所有养狗的人都应该要基础教育 不然将来的生活对你跟对他都会是一个折磨 我的小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 然后基本上一个人跟狗相处 所以我的行为其实有一点偏差 才小六我已经开始跟人家抽烟打架 当时因为车祸所以我失去了它 那车祸的那一刻我会觉得 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陪伴者 就突然间就消失了 然后那时候给我的创伤很大 我一定要尽可能去帮助这些动物 所以为什么说那些狗狗改变我很多 就是因为它教会我什么是生命的狗狗 最主要驱使我们一直不断往前来就是生命感 我们的专注的对象一直都是在养狗狗 但是可能还不会养狗 然后这些或者是不愿意去好好教狗的这群人 然后我们希望去改变他们,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所以就是这个神灵感让我们坚持去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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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使用这件事情 我们指优的神灵感 我们带我们去看